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X50 Pro Plus这款手机使用最玄幻的一点就是 这居然是Vivo的X系列 要知道就是这个系列在几年以前 还被很多同学吐槽为 这是一个高价低配的线下用户专供机 但是几年过去了 这款手机居然发展出一个认真真的旗舰 外观上来看 这应该是X系列有史以来最具有高端气质的一个机型 首先它的后盖没有那些花里胡哨五彩缤纷的颜色 银灰和深蓝进行配对 同时采用了一个磨砂玻璃的工艺 后置镜头这个位置采用了一个阶梯式的设计 你会看到一个硕大的主镜头传感器在这个第二层 因为这个传感器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说Vivo在X50 Pro上全力研发的那个微晕台 居然塞不得 超大杯的这个手感非常的远润 如果你仔细观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曲面玻璃侧面边框和后盖玻璃 完美的变成了一条弧线 在这之前我使用过侧面边框手感弧度最好的应该是1加8 Pro 但是目前它是Vivo X50 Pro Plus 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实体店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这款手机的重量只有192克 这个重量要比两厂和花厂的Pro都要轻了20多克 算是今年Pro贝里 尤其是Pro Plus贝里的一股清流了 这款手机的屏幕直接怼到了120赫兹刷新率以及240赫兹的采样率 这个自家的Nex系列产品现在都哭了 所以咱家有这个实力我为啥还在同学们面前装60赫兹啊 Vivo这套手机系统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它可以定制几乎任何一个动画 也就是说你可以定制这个应用退出时的这个动画效果 你也可以定制比如说充电时的这个动画解锁时的这个动画 这种体验让我依稀有一点点最开始玩安卓 一个小插件摆在桌上上下调整好长时间才确定那种快乐 不过我要吐槽一点的是Vivo把它的这个滑动啊设置的有点过于流畅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样一个界面里我随便轻轻一划 大家看这个浏览呢对于日常看新闻看微博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浏览体验 因此希望Vivo的高管Vivo的程序员连夜开会 把这个回归到正常的就像MIUI啊或者EMUI啊那种等级就可以了 这块屏幕它也支持动态补偿以及超清画质的显示 我们在看球的时候看比赛的时候可以把那个30帧优化成60帧 那样你看球在天上飞的就不是一道影而是一个球一个球了 当然这个功能呢毕竟是算法补偿 所以说在算法补偿的时候还会出现bug 我建议大家除了看球之外其他任何场景都把这个功能关闭 我自己的测试超大杯它的解锁速度 其实是要比华为和小米的那个屏下指纹解锁要稍微快那么一点的 毕竟Vivo是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第一个采用屏下光学指纹的厂商 它的解锁位置其实是这三款手机里最靠底边框的 华为呢是最靠中间的位置的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来说一说 你更喜欢这个屏下指纹到底放在偏中间还是偏下方 处理器这回直接给怼到骁龙865 我可是真没想到对吧 这就让这款手机能够在Vivo NEX那款手机面前拥有一种愁你咋的的霸气 电池容量4350毫安时支持一个44瓦的快窗 经过我的实际测试15分钟充入电量38% 30分钟充入电量63% 45分钟充入电量90% 非常非常快了 X50 Pro Plus它有后边四枚镜头 其中那枚主镜头 这个就是大家这次盛传已久的三星全新发布的5000万像素镜头 拥有一个非常大尺寸的传感器 1比1.3 这样一枚传感器 这枚传感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底级正义表现如何 我们一会再说 另外还有一枚Vivo专门定制的3200万像素的50毫米焦段 标准人像镜头 还有一个5倍的前望式光学变焦 还有一枚超广角加微距的镜头 5倍光学变焦镜头还有一个不同的玩法 就是Vivo在拍摄超级月亮模式的时候 它并不是直接对着月亮拍 而是将月亮和场景结合到一块 也就是说我们拍摄月亮的同时 它会同时启动主镜头和5倍的光学变焦镜头 然后用5倍光学变焦镜头拍摄出一个大月亮 类似于我们摄影的时候 使用长焦镜头去压缩空间 这次Vivo这款手机主打的同样是全焦段全时段的概念 那么问题来了 在和大魔头华为P40 Pro Plus的对接中 这两款手机到底孰优孰劣呢 测试第一轮5000万像素的对决 同样是5000万像素的传感器 同样选择高像素模式 华为Vivo哪个更清晰呢 揭晓谜底 实际上对比之下 Vivo会更清晰一丢丢 第二轮比拼 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Vivo的传家宝逆光也清晰 背后所代表的HDR算法 是X50 Pro Plus拍照时最出色的环节 Vivo把天空云朵细节都还原出来了 同时阴影下细节还原也更多 但是Vivo这张样张出现了偏红的情况 大家看到了吗 相比之下 华为的色彩表现会更加稳定 在不那么苛刻的环境中 华为和Vivo的表现几乎相同 相比之下 三星S20则出现了泛白的倾向 今年S20在拍照上略显平庸吧 HDR过于暴力了 光影变化之下 很多背色物体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纹路 在没有打开夜景模式的情况下 Vivo的画面亮度高 细节异常的丰富 华为在暗光下很喜欢压制光源 防止过曝 所以整体上你看 画面亮度会比较暗一些 但是画质依然非常稳定 三星S20的夜景样张 与华为Vivo拉开了不小的差距 但暗光毕竟是华为的主场 在这一组小猫样张中 华为超大杯展现出的 近乎恐怖的画面细节还原能力 Vivo整体光感虽然和华为接近 但放大看细节的话 华为小猫胜出 多组样张对比 不开启夜景模式时 华为的超大杯表现 要强于Vivo的超大杯 开启夜景模式之后 Vivo疯狂反扑 无论是对于光源控制 还是树叶细节 Vivo与华为几乎没有差别 但Vivo的曝光时间更短 这一点体验更好一些 第四轮比拼 人像大战 Vivo这次两倍变焦镜头 是专门为人像拍照所准备的 像素直接怼到3200万 传感轻面积1比2.8 诚意十足 经过实际测试 大家看第一组用张 我忘记关闭Vivo的美颜了 导致我对这张照片非常满意 所以在人像模式中 三星的抠图算法总是有一些小翻车 比如说头发边缘 比如说右上角的树叶 都没有完美虚化 但是面部细节非常细腻 细腻的夸张 苹果依然是绝对真实 我跟大家说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是实际上用肉眼看到的画面 就是跟苹果拍摄出的照片 完全相同 我就是这么的黄 暗光下人像模式三星色彩 有一些跑偏了 其他三款手机都实现了 根据不同距离 来体现不同虚化的算法 在第三组人像对比中 三星的人像模式再次出现了 虚化微识别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P40 Pro Plus的评测中 也出现过 不知道以后是否可以通过 软件算法的升级来改善 第五轮对决 长角比拼 Vivo 5倍 华为 10倍 10大于5 华为获胜 另外还需要跟大家说的一点 就是在视频拍摄的过程中 Vivo X50 Pro Plus 完全超过了我的预料 细节非常的多 左侧树叶细节爆表 整体曝光控制上会出现轻微过曝 应该是对这枚新传感器调教 时间不够长导致的 但是如果你放大看细节 Vivo细节还原和噪点控制能力 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大抵及正义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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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使用Vivo X50 Pro Plus 这款手机的时候 我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是 这就是奔着华为来的 无论是它的产品定位 还是命名方式 你可以看出 这就是Vivo 在向华为的P系列 发起全新的挑战 当然了 华为的P系列 能获得今天的成就 也不是靠这一个机型 对吧 它是从P9开始 连续五代机型的累积 所以X系列 今天这其实是第一代机型 能达到现在的一个表现 我自己的认为 它的票价 已经完全值回了它的体验 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Vivo 它知道这是 它自己第一代的超大杯 心态摆的也比较正 标准版售价是5498元 要比其他几个厂商的 那个超大杯 价格都要便宜 数千元 颇有那么一点点 天际赛马的意思 从我自己使用这个 Vivo X50 ProPlus的体验 我认为这是完全值回 票价的一款机型 当然了 这是Vivo X系列的 第一款超大杯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所以可能很多同学 之前没有用过Vivo的 它对于超大杯的体验 它心里也犯嘀咕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手机 它在使用体验上 对于价格的溢出部分 或者说体验高出价格那部分 其实就是Vivo 它推广自己品牌的那个部分 也是对于普通用户 号召力的那个部分 如果你对这款手机感兴趣 它还有一个驼色 也就是一个素皮后盖的 那个我还没有实际上手体验 会比这个稍微厚一丢丢 但是质感上应该更符合 现在用户对于手机的追求 如果你对这两款手机感兴趣 不要只看视频 自己去线下体验店实际看一看 去上手摸一摸摸摸它的边框 试试它的拍照相机 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 这真的和以前的Vivo不一样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